4.NVDA的滑鼠設定 這一節將會介紹NVDA怎樣報讀滑鼠活動的相關設定 當完成設定後,也可以依照儲存及還原設定 短片的指示儲存和還原相關的設定 在桌面右下角工作列NVDA的標誌上按右鍵 然後用鼠標選擇編號設定 或者用鍵盤同時按insert和n,然後按p 然後在清單上選滑鼠設定 也可以用桌上型電腦同時按ctrl,insert和m 或者用手提電腦同時按shift、insert和m 按了之後會出現滑鼠設定的對話方法 使用者可以依照個人的不同喜好進行各種設定 歐選 曝出鼠標形態的改變後 當鼠標由一個圖像或形態轉為第二個圖像或形態時 語音會報讀 例如,滑鼠由普通游標變作編輯游標的時候 語音會報讀編輯游標 如果沒有歐選開啟鼠標移動通知 文件中正是會讀出編輯游標的文字 在歐選後就會報讀鼠標附近的文字 並且可以在文字報讀範圍選擇報讀文字的範圍 語音會就文字報讀範圍所選取的項目 報讀出鼠標附近的文字 還可以選擇報讀文字的範圍多少 可以讓你們選擇的有 字緣、單字、單行和段落 而歐選讀出鼠標所指物件資訊後 系統會依照鼠標所指的物件讀出所指著的項目 例如,在開始選單的時候 NVDA將會讀出選單項目 選單項目 圖片 選單項目 文件 以及在桌面的時候 NVDA將會讀出清單項目 清單項目 清單項目 歐選 利用嗶嗶聲表示鼠標所在位置 之後 NVDA將會用高低音的嗶嗶聲表示鼠標所在的位置 最後的項目是 除螢幕亮度改變嗶嗶聲的音量 歐選後 NVDA將會用高低音的嗶嗶聲表示鼠標所在位置的螢幕亮度 到時候 MVDA